日商三井集团加码投资台中市 将在台湯湖滨生态公园旁 规划大型亲子购物园区 促成这项签约的 旧市交通部长林佳龙 身为台中市前市长林佳龙 特地回家见证 我在担任台中市长任内 促成了三井不动产集团 到台中来投资 那目前在台中港的 Outlet Park 可以说相当成功 那另外同时我们在进行的 第二个更大的三井 在台中的投资 今天签约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 台中文化城中城 的一个计划的落实 特别是后火车站 这个这一区的开发 可以说一个大的利多 这个新园区 把闲置28年的台糖土地 赋予新生命 将以美食购物和娱乐 三大主轴开发 预计2023年营运 是台糖今年最大的 土地开发案 你好里面请哦 2018年底 三井耗资25亿 投资台中港Outlet 创造海线商机 今年预估造访人数 可达800万人次 挑战50亿营业额 林佳龙任内 各企业总投资额 突破600亿 虽然连任失利 不过还是继续促成 日商加码在台中 投资百亿元 看准台湾消费市场 日商继续在台南和台北等地 投资商场和饭店 政府积极布局要活络经济 欢迎新闻 红市城张哲豪台中报道 还要卅商应